小S近期出演影集 此时此刻 鱼匡人上演一段不能练 久违回归演戏引发关注 Netflix与时日上架全集内容后 S妈也马上收看 然而才看了没多久 就打电话给小S 疑惑地表示怎么没看到对方 对此小S解释影集是单元剧 她只有在第七集登场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S妈再次打电话告知 看了第七集还是没看到她 所以两人开始鸡同鸭讲 所以S妈才意识到 自己看的不是此时此刻 而是牛车来去 让小S忍不住吐槽妈妈 真的是很甜兵啊 事实上小S曾在首映会上透露 自己告知家人 剧本尺度较大时 婆婆马上热情地表示 自己就爱看这种题材的影集 小女儿则激动质问妈妈 是不是要搞外遇 姐姐大S更直言 如果妹妹这次得了 金钟最佳女主角 自己就要去死 一家人的反应 让网友们爆笑直呼 大家都太有趣啦 小S忍不住